請問我 請問我 歡迎收看 妳們的最好 請問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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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政治 不是財經 不是體育 歡迎收看就事娛樂 我是吳怡沛 趕快來介紹今天的 三位特別來賓 首先歡迎是 好久不見 我的好朋友小梁哥 老吳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小吳 我什麼叫老吳 老吳比較親切 謝謝 接下來歡迎就是非常可愛的 丫頭詹子晴 嗨嗨 大家好 我是老詹 老詹 你是小詹吧 老詹也常聽到 接下來這個人 一定要用老這個字 因為他的臉 就是一臉老起來的人 來 歡迎大愷 主持人好 就是音樂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老愷 好 今天請三位來 是要聊什麼呢 因為不知道觀眾朋友 有沒有那種手機上癮症 就是手機一定隨時離不開 真的 對 因為你手機要 因為我有很多資料 有些像我本身 就有這個手機上癮症 如果說今天手機離開我的話 超過譬如說錄影完了之後 第一件事 一定要請經紀人 或是助理馬上拿手機來 如果沒有手機 就會覺得很不安 而且手機你沒有一直拿 它會莫名其妙發生一些事情 比如說我睡覺的時候 我就把它充電對不對 充電 早上起來應該是100%對不對 對 早上起來20幾% 為什麼 怎麼會這樣 老婆怎麼一直看 我的手機看那麼久 怎麼會這樣 那你要用的指紋辨識器 對不對 對啊 所以現在要換iPhone7就對了 可是我跟你講 老婆會趁你睡覺的時候 把你的手手拿過去 拿我的手去按指紋 真的會 這個很恐怖 不只按手機 房地器還有本票也都按 全部都是用這樣按 沒有 所以我們今天請到的三位來賓 都是有手機控的三位 所以待會兒跟三位好好聊一聊 說如果沒有手機的話 你們有恐慌到什麼樣的地步 好 我們今天先來看幾則新聞 首先來看一下是天菜彭于晏 他在這個大陸的電影開出紅盤了 票房已經突破10億囉 然後呢 在今年票房最好的警匪動作片 所以他們舉辦了慶功宴 在慶功宴大家都喝得很開心 喝到開心喝到棒了之後 竟然就說我們要炒拍 有續集可以看喔 游林超閒知道胡彦主演的電影 湄公和行動 從九月底在大陸上移到現在的票房 已經超過10億啦 身為今年票房 成績最高的華語金匪片 當然要來輕功一下喔 真是恭喜恭喜 我的成績 就所有大家付出我們的 辛苦換來的 然後最重要是這個片子也開創很多 很多不可能在拍攝技術 跟情節在電影史上 所以自己能參與這樣的片子 我覺得非常開心 然後希望自己能夠 再努力 再開更多好的電影進步 然後大家更願意 走花錢九星電影來看好的電影 帥哥就算關槍聲音還是月兒啊 這個開香檳的表情也是萌到不行 不過大家好像有點喝開了耶 怎麼忽然開始亂編續集故事啊 下游一開始是你左手一爬 雖然不用面具喔 咱們兩個 內容跟我沒有 這一套 那一套 那一套 那還不如我就到熱街了嗎 你們好好的演 喂 這個設計也太展開了吧 我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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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娛樂 北京採訪報導 我們明明就在看彭于晏 在慶功他的電影開出紅盤 結果我們剛剛在聊天過程當中 大愷竟然說 他有幫彭于晏開過車 當過他的助理 對 當過大概一年多 不只喔 那他當初司機找得很急吧 對 他怎麼會找你啊 這個關找得急什麼事 沒有 那個時候 我是他們製作公司的製作助理 然後我們同時在拍那部芯片 當時的芯片 那個時候我們拍兩檔 愛情白皮書跟戀香 他第一檔戲 那彭于晏這個人私下怎麼樣呢 怎麼樣 好相處嗎 我認識他的時候 他還沒有現在那麼精壯 對 比較瘦 他那時候就是你知道 衣服脫下來是沒有肌肉的 你現在是在取笑他是不是 不是 不是 可是我要說是 他後來的轉變 讓我們大家都為之驚豔 我沒有要聽這種官方語言 你隨便報一個他的料 彭于晏的料 彭于晏的料 他會挖鼻屎嗎 比如說你幫他開車門 他會不會給你小費什麼之類的 他就幫他開車耶 不是他的司機 沒有啦 你報一個他的料 快點 他的房間就是很整齊 房間裡面會有面紙盒什麼的嗎 沒有啦 他因為他那時候 真的工作太忙了 所以我有時候會 就是他會睡過頭 所以就是我車子到他家 樓下的時候 還要上去叫他這樣子 他有人嗎 他那時候一個人 他都一個人住 對… 一打開 亮亮吧 沒有… 口風好緊喔 是真的… 我還是一個好的助理 我知道從你那邊 挖不出什麼東西 那這整段剪掉好了 剪掉 不行啦 我們是Live播出的 好 接下來我們看看的是 搞怪女神阿喜跟JR 他們兩個最近呢 合作很密切喔 他出席了一個 應該快結婚了 失心兒的公益活動 然後為了活動還錄製了主題曲 因為他們兩個最近實在是走太近 大家都覺得說 JR跟阿喜是不是會擦出火花 唉唷 JR與阿喜25號合體出席公益活動 現場拍照時不停打情罵俏 完全沒在顧旁人的眼光 近期為公益活動獻唱主題曲的兩人 搭配上默契十足 也不禁讓人懷疑是不是早已擦出愛的火花啦 完全就擦出愛的火花了 我都想要嫁給他 哪裏 就每次啊 你知道就比較像妹妹的感覺 而且我也不是他的菜啊 你不要這樣子說 我這人都不挑食 不過JR卻說你願跟潘瑋博合組團體 害我們阿喜要哭哭了啦 沒有 他都說他要跟潘瑋博啊 沒關係 他就是沒有把我放在眼裡啊 沒有啊 因為我之前很愛唱歌嘛 然後就是兩個R&B的那種男生 但我好像目前沒有誤設到另外一位這樣子 R&B我也可以 另外JR也爆料阿喜是個愛丟咖餐系的傻女孩 不斷叮嚀阿喜 萬一生了小孩要讓她當繼父 也讓阿喜樂得直呼 明天就去生 如果有遇到喜歡的男生 我不會 千萬不要輕易的就 太快的 明天就去生 而且真的要想清楚 好 因為我每次都開玩笑說 下禮拜二就去生 所以他都會一直 很認真地看待我這番話 因為我深深地覺得他是會那種就是 他也是傻女生 就是男生講什麼他就會 付出 你會幫我啊 他們剛剛有說我沒有看錯愛女活嗎 我要收拾爛牌子 我要養你的 我要當繼父就對了 就是娛樂台北採訪報導 很多藝人不是天生下來就是藝人 可能在當藝人之前 有做過很多其他的行業 譬如說像是洪哥之前開計程車 李宗盛大哥扛過瓦斯 大陸有一位藝人鬥銷 他說他以前在出道之前 當過美髮師 最近在入行之前 都有各式各樣不同的工作 像天王劉德華出道前 曾經做過外送小弟 郭富城是個水電工 張學友是售票員 古天樂還是個貨真價實的古惑仔 而最近幾年因為演出電影破風 獲得台灣地區關注的 大陸男演員鬥銷則自爆 自己出道前竟然是 髮型師 對我之前一直是髮型師 我在溫哥華的時候是 髮型是我的專業 是我的第一份工作 當時是義工 然後 當時做得還不錯 老闆決定留我在髮型社裡面 後來一做就是私人髮型 這也太有才了吧 又是留美又是設計師 粉絲們應該都超想排隊 讓偶像剪頭髮吧 我想以後如果有機緣的話 等我工作穩定了 開一個自己的髮型社 也可以給很多粉絲朋友們剪頭髮 好 我們今天就是義樂的主題很精彩 因為三位藝人都是手機控 手機永遠不離身 不過因為我們今天設計了一個小單元 我們製作人要幫大家檢視一下 如果說各位的手機 手機殼長什麼樣子 用什麼樣的手機殼 我們要整理一個表格 可以判斷出你這個人的性格 甚至可以幫大家大膽的預測 2017年的運勢 所以這個階段 先跟三位收一下手機 因為我們待會要淨拍手機 然後看一下手機殼長什麼樣子 然後可能就可以判斷說 你這個人未來的發展會是怎麼樣子 幫我算 對 算一下 有這種算法 有 你看像丫頭的手機這麼可愛對不對 手機殼用這種花裙 我們待會兒整理有個表格 我們有請教命理老師 幫大家算算看2017年的工作運勢 這是梁哥的手機 不是他 不准是不是 好 那現在三位藝人的手機 三位藝人的手機 現在都在我的手上了 我們進廣告之後 我們就要來分析一下 2017年到底可不可以 從手機殼跟手機的樣子 來分析出你2017年的預示 廣告之後馬上回來 好 回到就是娛樂的LIVE直播現場 我們剛剛跟三位藝人都已經收手機了 那我們其實今天要 原本要聊天的主題是說 三位藝人都是手機控 所以如果手機沒在你們身邊 到底是會多可怕的一件事情 剛剛你拿走就有點緊張 真的 我接下來要講這件事情 你們應該會更緊張 因為我們剛剛製作人決定要 今天的題目要大轉彎 我們要來看一下三位藝人 竟然都是手機控 如果手機裡面的秘密曝光的話 不知道會怎麼樣 怎麼會改成這麼無聊的主題呢 應該不會改變這麼無聊 我跟你講應該沒有 這個人家常做 我們就不能這樣 不要... 我們就是要這樣子 不行... 這節目是不一樣的節目 還好我們現在不適合 我們可以這樣過來 我們請保鏢 把這兩個人請出去好不好 不是啦 你... 不可以這樣... 不是太出來了啦 沒有... 沒有啦 經紀公司也不能夠 不是... 是因為我們原本 真的要做這個主題 那因為我們下午 一直沒有問不到秘密老師 所以就想說 那就看一下三位手機裡面 不要... 你們先坐好... 我先去做好不好 詹老師這個直播 先去做 大愷你先去做好 快點 為什麼 我們第一個就先看 我覺得啦 他不做好先看他的 好 九州就看一看 你們好幼稚喔 大愷是哪一隻啊 大愷是這隻 好啊... 你也打不開我的手機 你手機那麼簡單 來 什麼 鬼鬼的生日 鬼鬼生日 你又不可以直接講我的生日 你手... 你來按一下指紋啦 好 我按一下啦 你不可以搶走喔 我不會 快點 我是小學生是不是 哪有都沒有 你是小學生 你也不是哪別人都 快點 裡面有什麼不可告人的秘密嗎 我跟你講 他最近常出那個 名模的那個節目有沒有 裡面一定會有很多 有的沒的照片來 我們都是同事啦 快點啦 好... 不會都是你跟韻哥的自拍吧 好 你回去了 你可以回去了 你可以回去了啦 這... 好啦 你看嘛 你看 不可能有東西 放心 我會幫你啦 我先看一下照片裡面有什麼 是 等一下喔 看一下 你們怎麼都不說點話 等一下就看你們的耶 沒有 我們就是等著看好戲啊 就你的看在八點 不可能 不會看我們了 這個 這什麼啊 好噁喔 這幹嘛啊 這是一個療程吧 這什麼東西啊 你在做這種療程喔 這什麼 給哪一劑看 這是你的頭嗎 全都是突發 怎麼會這樣啊 人家老一輩的人在講 說年輕的時候用太兇 長大了就會變這樣 不是 大愷 你最近一直戴帽子 原因是因為你真的有禿頭 是不是 我... 我真的不知道嗎 這個都看得出來了 你幹嘛 那你為什麼要隱瞞我們 我沒有隱瞞你們啊 可是你每次來都戴帽子 那你知道戴帽子會 家具頭髮掉嗎 沒有 因為我現在在 我現在在做一個療程 然後這個療程 做到一個階段之後 醫生建議我要戴帽子 怎麼會 因為他說手術失敗了 不是啦 我看到一個了 他有一個群組叫明星睡覺照 什麼 這個就對了嘛 這個太誇張了 這個就對了 不是 那個不是你們想的那樣子 那個是我 天啊 他好糟糕喔 依林的依姐 你把它拍成這樣 不能啦 那個真的不能 那個真的不行啦 這樣好嗎 我跟你講那個 他在時尚圈的江湖地位 你看這可以嗎 丫頭 你看一下這個 你先給我 我的 你不可以 你不行 我真的突然想到一件事 不可以 這個給大家看一下 那個不行播啦 又完蛋了 收起來 就這樣子 旁邊是玄姐 你怎麼可以這樣拍玄姐吃東西啊 你這張出去以後 她時尚大秀怎麼接 天啊 完了 玄姐 我對不起你 這個是誰啦 沒有在做我們工作 這誰啊 看不出來 這個是玉女 蛤 這個是李薇薇嗎 怎麼給人家拍這種照啦 真的沒水準耶 你們在拔卷還在上的耶 你不講我們還以為是包豬婆 他那天睡著了 然後結果他 我們就發現他睡覺的時候 眼睛不會全閉 我們就拍了一張照片 我看一下還有誰 他小心不能跟你在附近睡 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我來看一下 沒有了沒有了 可是他照片感覺普通耶 我跟你講最近刪除的一定要看 漂亮 這個裡面就是重點 你走開 這個就是重點 有什麼最近刪除的照片 大家看一下嘛 什麼東西啊 大家看一下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 走開 現在你們都不要走開啦 有什麼叫最近刪除 你剛剛知道的好像餓龜咬到 我看我看我看 這什麼啦 好痛 對不起 那什麼 我嚇 這什麼啦 誰的 剪開來看一下 不是我的 剪開來看一下 誰的了 我幫你擋住他 不行啦 那不能看的啦 真的不能看啦 不能看啦 對啦 可以形容 形容啦 就是男生的局部的照片耶 你有拍這個 怎麼會這樣 怎麼會有這個啦 這是誰的 這不是我的啦 誰會寄這個給你 我朋友 你也認識 你不要在那邊亂講話 你認識他認識那個局部的主人 不是誰認識局部主人 誰啦 你看到那局部的主人 你想不起來他的臉嗎 我也知道啦 你來吃喔 怎麼可能 那你還有生命線耶 還有人中耶 這也太噁了吧 哪什麼 我看一下 我沒有想到 那個要刪到完全乾 好 那你跟我們講那個人是誰 那個是一個 你想想啊 不能寫啦 他知道 一配知道 那個朋友一配認識 他不是圈 他算是 他算是也是演藝 他是演員 他是演員 你們為什麼都私下傳一些 玄姐的那種 已經幾乎要曝光的照片 哪有曝光啦 你們男生好髒 你對玄姐這種的有意思是這樣 不是 這是工作照 這是玄姐工作照 真的 你們那裡面也傳太多張了吧 而且你們在討論的那些字眼 都說什麼 我這也太辣了吧 這個要收藏什麼的 對啊 玄姐真的很正啊 她就是我們心中的女神 我們有開一個群組 專門在聊玄姐 因為我們這個工作 大家彼此互相很有愛 不要再看 平常你還有跟誰在聯繫 我看一下喔 真的不要再看手機了啦 你們都分享給你 你們怎麼都不緊張啊 我現在很緊張啊 怎麼叫她在你旁邊就 就什麼啦 你們的 你們的那個 你們的對話怎麼會這樣子啊 中文怎麼突然退步 你為什麼要看 你為什麼要看 你走開啦 打什麼 打什麼 你看 好 我跟你講 文字不要拍 你知道他們男人在對話 他跟志偉哥 就是黃志偉對話 全部都是在傳一些你知道 這個通告不行這樣錄 正妹的一些影片 這樣通告不能這樣錄啦 這個是一個女藝人 唉唷他 不行 這個 這個沒有啊 這就是工作照啊 對對對 是工作照 你是最近他拍內衣廣告的照片 什麼酒店 不是他在酒店工作 飯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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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這樣看啦 一輩 不是你給他看一下嘛 反正都已經看成這樣啦 雅雅姐 你跟雅雅姐講什麼啊 玉琳哥的雅雅姐 對玉琳哥的雅雅姐 就是沒有就跟他約吃飯 你們兩個單獨喔 你走 你是不是心臟快跳出來 我覺得 我覺得血壓太高耶 真的節目很可怕耶 怎麼了 可以了嗎 差不多了嗎 好 我看完了 差不多了 這一part 還是你有什麼其他的 兩位鼓組 我覺得你的落法加劇了 好緊張喔 怎麼樣... 好...這個還好 不是...這個還好 那接下來呢 太恐怖了啦 開局部照 什麼 不行啦 不行吧 這個要打馬賽克啦 不能開局部照啦 是完全不能播的 真的不能播 真的不能播 好 那進廣告以後 應該要聊別的主題了嗎 沒有...進廣告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丫頭手機 好 歡迎回到 舊宿娛樂Live直播現場 妳怎麼笑得那麼僵 因為我剛剛在廣告的時候 我其實有先稍微瀏覽了一下 丫頭的手機 是 它裡面有一些照片 其實是我沒有看過 私底下的丫頭耶 是嗎 對 有多私人 是不是跟她長大後的照片 長大了 丫頭從黑色會美眉 然後到後來真的長大了 我給大家看一張 因為我覺得這個 應該是 是比較火辣一點 但沒有到說 不可以給大家看 健康的 健康的 來 給大家看一下這張照片 健康的 我也要看 先來個十張嘛 你拿剛剛的那張來啊 我刪掉了 不行 不行這樣 我要看 這是怎麼樣 這是怎麼樣 這是剛剛也很驚呼的那張 很有料耶 很火辣的照片 那就是我代言那個美修衣很厲害 為什麼你經紀人都在旁邊這樣挖 其實沒看過是不是 大家都沒看過是不是 大家都沒看過是不是 有用後製圖修一下 有看到了嗎 這個還可以修 就是用修圖的可以讓那個 而且我跟你講 我剛剛在化妝師問她 說最近有沒有交男朋友 然後她說最近都是一些 你看 妳看 就是她要講就來講 不要 私底下的東西不要聊 她說 她說最近都是一些爛桃花 你幹嘛這樣 那有寄一些局部的照片給你嗎 妳飲料打翻了 我看一下 等一下 丫頭你通常 我是覺得她的照片裡面 大部分都是工作照 然後我現在很正經的人 沒有爆點 對啊 這都還好耶 這種也還好吧 怎麼樣 這個還好啊 這怎麼了 沒有 是工作的時候到處睡 然後那個金姐很拍的照片 而且有什麼穿一個偶裝 就是穿 穿偶裝 這個還好啊 很正常吧 一定有一些 沒有 妳這個鞋子是怎麼了 這張照片 那個是我之前去日本的時候 我前一天洗鞋子 結果到日本當地 我的鞋子就一直起泡泡 然後我就在東京路上 大家就看我的鞋子 是一直有泡沫溢出來的 對 為什麼沒沖乾淨 不是 我可以看一下訊息嗎 不行 尋訊息怎麼樣 尋訊息 尋訊息 尋訊息說什麼 唸出來 不行啦 我會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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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會 我跟你講 他剛剛開志偉哥的 他就沒有衡量 真的 那是因為你好不好 我會保護女生 大飛的可以看嗎 大飛 大飛有騷擾你 大飛的妹妹怎樣 大飛這個不要臉的東西 我會先問你說 跟這個人對話可以看嗎 我們很健康 好 很健康 我看一下 大飛 很健康 真的 你跟他約在哪 他說如果不勉強 如果你真的不舒服 就不要約 什麼意思 等一下這裡 下流 大飛 我錯 糟糕你 在搞什麼 有 這有拍到嗎 如果你不舒服的話 就不要約 沒有啦 那個是 到底約了要幹什麼 我居然會管他舒不舒服 你知道嗎 還是他們肯定 他們這是在約什麼 好 小楊哥這應該是有 之前有舒服過 小楊哥不要亂講啦 沒有 沒有啦 他聽一個很貼心的男生 就如果不舒服 他不會勉強朋友聚會 喔 朋友是一群人的聚會 等一下 你跟黃靖倫熟喔 還不錯啊 黃靖倫不用看嗎 他的可以 他的 可是 不要 我有講什麼嗎 我沒有講什麼吧 你不是要抱黃靖倫的料 你說你剛剛去唱歌都唱不到歌 對 然後你唱歌他還批評你 對 你看他說 他說他這邊有說 我跟黃靖倫兩個人 晚上應該能恢復吧 什麼叫晚上應該能恢復吧 晚點再看看 晚點再看看 哪邊的恢復 什麼東西恢復 他恢復要這麼久嗎 對啊 應該是說嗓子吧 嗓子有沒有恢復 對 因為那天我身體不好 我們是真的兩個人去唱歌 他真的 是不是腸不舒服 不是 不行 為什麼會 你也跟他唱歌 到底他在忙什麼 會常常不舒服 對 這有問題 那我說真的跟他唱歌好痛苦喔 是不是 他完全就是會一直打槍我 你跟KID的可以看嗎 我想一下 這是有鬼 可以 不然想一下幹什麼 我跟他 我跟他比你跟他正常多了 你比的屁啊 那個就是工作照啦 對啦 就是他們 他們一起去工作的照片 對啊 正常啊 不要看這種啦 樂到想脫衣服 為什麼會這樣 那你 你知道我的感覺了吧 不是 你跟王子的可以看嗎 可以 我們很正常 王子的約會對不對 我們很正常 但你不知道他叫什麼啦 大師兄不是嗎 蛤 這樣也知道 這是有他的照片 你白癡喔 我還趁著給他一個匿名耶 我想說別人不會發現 哇 王子跟他說 幹什麼 說什麼 說什麼 講 不小心撥出去了啦 不小心撥出去了 真的打給他耶 幹嘛他打電話 他真的打了 沒有進入同意不行啦 這個呢 這個可以講嗎 他有 不要啦 這很奇怪 他還有愛心耶 沒有… 因為我們認識11年了 愛心你最好了 我們認識11年了 11年不是11天年都不行 他感覺好像是約丫頭出去看電影啦 然後問他有沒有空 對 但是因為你們本來就認識很久了 對 我們認識很久的朋友 所以應該還好 那誰不能看 不好意思我剛剛播給他 他現在在線上 我等一下再打給他 還有誰誰 不是 我印象都失了啦 我印象都失了啦 彩虹聊天室 這個是一定要的嘛 彩虹聊天室 十八鏡 真的沒什麼 那是最無聊的聊天室 我看一下 真的無聊 對吧 那真的是最無聊的 有沒有一些藝人的醜照啦 不行啦 那真的不行 我再殺掉 他有睡覺的耶 為什麼焊點一直傳照片給你啊 蛤 那是我自己下載的 喔喔 你下載成焊點的照片 你不怕電腦壞掉 不是因為我有時候心情不好看 會心情好 可是他裡面存很多焊點照片耶 真的 我自己網路上找的 你看 他是不是很貴 他有很貴 他有很貴 因為我覺得他長的 你為什麼要找他 你可以找大愷的啊 沒有 他真的比大愷長的幽默很多 幽默 然後我是真的看到他照片 我會心情好 有大愷的髮型幽默嗎 這個是誰啊 這是小潔 我可以給你看 這是蔡小潔 不是吧 不是啦 你看瑤瑤的 你看他笑跟馬一樣醜 喔 瑤瑤的醜照 我還為了他 有看到嗎 我為了他 我為了他去後製那個馬在他旁邊 妳是不是喜歡幫的人 就是做一些 就是GIF檔 對 我超愛做的 妳可以秀給我們看嗎 我可以 我可以做給你們看 秀給我們看 好 但是有些人不能看 因為有些人太醜 他本人會生氣 我看一下 阿賀怎麼辦 本人會生氣 什麼什麼 這個 這個是Apple的 這個還好吧 這個Apple還好啊 妳電力快不足了 妳就不讓我們充電啊 都把我們拿走 小優會生氣 小優說他會生氣 真的嗎 小優有偶像包袱啦 這個還好 我真的覺得這個還好 小優還有偶像包袱 不是 她真的會塞了我 上節目不要亂講話喔 她怎麼會有偶像包袱 我還罵她 不要拿 我還是 而且丫頭還寫說 妳看小優有多醜 你不要這樣 好 後面那個我知道 我都不能講 我真的不能講 因為她真的 有偶像包袱 她會 叽叽車車 叽叽車 我還以為妳要罵她耶 好 丫頭檢查完了 是不是很熱 好可怕喔 很熱耶 你知道我今天其實拿到最開心是小優哥的手機 為什麼 因為妳也知道小優哥 他以前就是 會有很多 就是跟他 你知道 他工作環境會有很多妹啊 沒有喔 哪有 我都是跟什麼彩華姐 秀惠姐一起工作的啊 沒有 你知道最近 我常常 因為小優哥之前常常錄我們的節目 我常常看到小優哥 一個人拿著一個軟體 然後一直在對裡面的人這樣 哈哈你好 什麼什麼 然後笑笑笑 然後還說怎麼不趕快脫衣服啊 那是什麼軟體 就是一個直播啊 喔 直播軟體 你們是什麼衣服 付費的嗎 小優哥 還要看直播軟體 是付費的直播軟體嗎 沒有 就是有的時候 他們會給妳看啊 他們還會給妳看 不是 你那個軟體是不是 可以看到你們家的小朋友 都可以啊 要看什麼都可以 看保母也可以 對 可是因為你們家的保母 感覺都穿得滿 滿 保母 我們家保母 你會不會是開那個軟體 就是為了要看保母 他們家保母身材很好 我們待會兒叫小良哥 叫小良哥來給我們看一下 他都用那個東西 在監控他的小孩 以及他們家那個身材很好的保母 然後之後馬上回來 主要是看保母 對 回到就是你的Live直播現場 其實我今天最想看的是 小良哥的手機 因為 是啊 我在想說他裡面應該會有 雖然他結婚了啦 就是因為結婚 你看他們兩個沒結婚 開開玩笑無所謂嘛對不對 可是你的工作環境常常都會有妹存在 對 是 因為你也知道 你看我們這邊錄影很開心對不對 回家我是我要面對老婆的 那我跟你講 你拿一個東西跟我交換 你有沒有法比歐的裸照之類的 沒有很吸引大家 如果我身上有法比歐的裸照 那不是很誇張嗎 對啊 因為你感覺那麼愛他 我是愛他 對 你有沒有一些 你有沒有一些比歐的私密照什麼的 你是沒有 因為他還需要私密照 你去看他的那個粉磚上面 幾乎都沒有什麼穿衣服啊 都是私密照 真的假的 你看他的粉磚幾乎都穿的小褲褲而已啊 那剛剛那個該不會就是 請問一下這照片是在幹嘛 這誰 這什麼 這誰啊 喔 那個是我們去做模 你知道嗎 做什麼模 做模 我可以給你看 因為後面還有劉德華的照片 我可以給你看 有劉德華是不是 有有有有 做雕像是不是 就是那一張的在下面不是劉德華 沒有劉德華啊 有啦 哪有劉德華啊 奇怪 這不是 你要看整個的整個的好不好 不是 你不要借機把那個拿走好不好 不會不會拿走 你看整個的 整個的 對對對 最前面最前面沒有很久 因為我沒什麼照片 你不要滑那麼快好不好 沒有沒有 因為劉德華在最前面 等一下 在最前面 這個啊 欸 真的有劉德華的照片欸 對啊 沒有 那是他的模 這是劉德華欸 對 因為那個時候 我們就是去北京一個特效公司 對 因為我們拍電影的關係 然後我們就去做我的模 然後我在旁邊看到一個 我說這個怎麼是劉德華 他說你看那個模 一模一樣跟劉德華一模一樣 然後頭髮他們也是一根針 一根針這樣子 傳出來的 沒有 你這是怎樣 那幹嘛你知道嗎 他就是比如說開賽車 然後他那個人就套著劉德華的那個模 所以導演遠拍的時候跟劉德華完全一模一樣 看起來就像劉德華 對 他們已經做到這個程度了 你這是怎樣 你是為什麼會 你為什麼受那麼嚴重的傷 就是很多人都想要我這樣 所以我就這樣給他們拍 你看翔哥這個照片 怎麼會這麼嚴重 這個是做模拍的吧 對 所以這是拍戲嗎 對… 因為這個就是那部電影叫獅魂 我是演張孝雄的同學 因為導演覺得 你演張孝雄的同學 對 因為導演覺得我的顏值跟他的很接近 憑什麼 所以我們就是演同學你知道嗎 那導演應該是 導演這次 八項鹿圍巾馬獎 你不要亂說 對… 然後我們就那個拍戲的照片 翔哥好賤喔 拍戲的照片 你知道這種男人最會搞鬼 怎樣 我想要看他最近刪除的照片 全刪了 因為我沒有要刪除照片 我坦蕩蕩 我有什麼照片要刪除 這有一首 沒有照片要刪除嘛 無所謂 這一定是剛剛進棚之前才刪的 你們先聊一下我 來看一下他有什麼影片 你要看整個的啦 整個 什麼叫整個 就是剛剛那個整個的 你們照片比較多 看看他的影片 影片沒有都是小朋友的 唉唷 潘若迪老師 跟潘老師可以嗎 跟潘老師可以嗎 可以啊 也沒有聊什麼都可以啊 肌肉炸嗎 跟潘老師感覺就 沒東西 你們為什麼要 你為什麼要介紹他監視器 他介紹我監視器 是偷拍的嗎 你們要監視誰 因為他說 這個師父很厲害 什麼師 他是幫小豬 羅志祥 在他們家的 全部都裝好了 不是那種法師 不是 所以他在他們家也都裝了 他就可以看 有一次說他那個 就看那個監視器 可以遠端遙控 就可以看說 他保母在幹什麼 監控保母 對 這滿好的 你那個遠端監控在哪裡 在這裡 你不要拿走 不會 這是遠端監控的 對 怎樣點進去 現在可以看嗎 什麼東西 你保母真的穿好貼身喔 怎麼聊這個 看一下 這個可以直接這樣點進去嗎 點兩下就是那一格了 對 可以馬上看到 其實看到 看到他們家的狀況 阿姨你在看電視喔 有耶 吃飯看電視耶 他應該聽不到吧 你要聽到也可以 不要 嚇到他 那可以看這樣 你家小孩嗎 小孩應該在睡覺了吧 在這邊睡覺 好可愛喔 他們家小朋友 即時的 這是Live的嗎 Live 他們家也在Live現場 趴著睡 然後聽說 這樣可以修臉型 會像他爸爸一樣 臉很尖這樣子 那你老婆 是不是會用監控你 也會啊 我跟你講 有的時候有一次我就是 我老婆去上班了嘛 他就打電話來啊 說你去哪裡了 我說沒有 去樓下銀行 他都看得到 這個就是除了 主臥室跟廁所沒有裝之外 其他都有裝 可是這樣你們生活在家裡 不會覺得壓力很大嗎 怎麼會呢 我們自己就看啊 不穿衣服也無所謂 我們自己看啊 可是我是說阿姨 會不會覺得壓力很大 阿姨看到我壓力就很大 所以你們家 你們家阿姨因為知道妝這個 她是不是都不在外面換衣服 阿姨不會啦 阿姨怎麼會呢 還是你們都用這個看阿姨脫衣服 誰啦 阿姨去廁所換衣服 不要亂講 我還跟她 我還跟她泡露天風旅好不好 真的假的 這是潘若迪老師 亂講 我太多次 因為我對你這個很好奇 但我又沒看過你手機 因為小陽哥常來我們節目上 他就一直在看手機 無論是阿姨在做什麼 他就會一直在看 看小孩不是阿姨 小孩是看阿姨 小孩 我愛我兒子小孩 小孩是藉口 不是 我可以看一下你的對話嗎 好 跟阿姨的對話 沒有 跟阿姨對話什麼東西 練出來 你跟柏宇哥傳 柏宇哥是我們的柏宇哥嗎 對 我們製作人 有嗎 還有另外一個製作人也是柏宇 沒有啦 那個不是 那個不要看啦 那個沒有啦 那不是 是我們的柏宇哥嗎 還是另外一個 那一個啦 也有兩個柏宇 另外一個高高的 很高的那個 不是啦 不是我們的柏宇哥 應該 他那個語不一樣啊 對啊 哪一個語嘛 你看哪一個語 沒有 這個不要看啦 這什麼啦 這個沒有意義啦 誰誰誰 說出來 說出來 男人的對話有什麼好看 一起下海 什麼啦 什麼事 這什麼東西 什麼 什麼東西 我看我看 你為什麼跟 上面有寫什麼嗎 為什麼這樣子啊 為什麼這樣子啊 什麼意思 我看我看我看 有寫什麼 因為我看不到你在寫什麼 他說 為什麼柏宇哥會跟你討論說 我們的節目要換你來主持 沒有吧 他有這樣講啊 他寫 他寫說 我們想考慮是不是對節目做點調整 調整調整啊 你看全新的景啊 這不是調整嗎 沒有啊 可是他第二句說 如果換你來主持 你會有意願嗎 那他問我的時間 我都時間都可以配合啊 他 你要嫁去日本喔 不是 那要說誰 為什麼 而且你為什麼說 他要嫁去日本 無心工作 他本來就是這樣啊 我跟你那麼好耶 他現在已經是一個 呈現一個這樣的狀態 是怎樣啦 不是 你有看到什麼嗎 上面有寫什麼嗎 不是啊 我這樣我不想主持咧 不是 我看一下 一佩 你不要緊張嘛 不是啊 為什麼你跟柏宇哥會在討論說 我們就是娛樂的節目 然後柏宇哥問你說 你有想要來主持嗎 不是 他是問我的時間 你看他上面有問時間啊 那我跟你私下很好耶 對 我們很好啊 我們節目是還有在進行嗎 好尷尬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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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了 這不要看了啦 這沒什麼啦 那哪有寫什麼 為什麼要這樣子啊 有寫什麼嗎 宜佩 不是啊 欸 欸 柏宇哥 好尷尬喔 不是啊 因為 我可以給大家看嗎 可是我現在 可是我現在不想給大家看 對啊 這沒有寫什麼啊 那為什麼這沒有刪掉 這沒有刪掉 因為就是要給你看的啊 不是耶 小陽哥 你又不知道今天手機會不會給他看 對啊 就是要給他看的啊 所以你覺得被一配看到也模仿 而且你看看那個時間 就是我們剛剛在化妝的時候 我們設下了這場騙局 什麼啦 對 你看一下我們傳對話的時間 就是我們剛剛在化妝的時間 什麼啦 就是我們剛剛在化妝的時間 因為柏宇哥說 聽說你的生日快到了 他想要給你一個禁食 祝你生日快樂 我真的因為明年二月你是白癡喔 快到了 現在已經十月底了 我也真的凹太兇了 不是喔 到底是怎樣啦 開玩笑的啦 這剛剛在化妝室傳的啦 屁啦 真的 你看那個時間 我真的搞得好緊張喔 你們兩個 到底是怎樣啦 他開玩笑的啦 你知道為什麼問你說 每天晚上什麼六點 可不可以空出來啦 我不是都來了嗎 每天 我跟你講 網友在問是 沒關係 等一下柏宇哥會出來面對啦 沒有關係 等一下柏宇哥會出來面對 下一段 進廣告 下一段他會出來面對 他哭了耶 柏宇哥姐 到底是真的假的啦 可能是整人的還是 他開玩笑的啦 是整人的還是怎樣啦 先進廣告 先進廣告啦 我們製作人出來面對啦 面對 面對 踹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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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我跟你講 不是 梁鶴群 是 我沒有叫過你全名 梁鶴群 你現在給我發誓 就 就不是剛剛那個踹共那個 那個製作人咧 沒有 他躲起來了 沒有這個人啊 有 什麼沒有這個人 剛剛你們有看到人 有 在哪 有 所以你發誓是為了要整我 沒有 他就是祝你生日快樂 因為他說明年二月的時候 我明年二月才生日 對啊 因為二月的時候是過年嘛 過年大家都不在嘛 你可不可以講一些合理的 藉口 他是開玩笑的嘛 好啦 訊息 沒有 因為剛剛柏宇哥 有來說服我說 訊息時間是六點二十幾分 六點十幾分 就是我們剛剛在那個化妝間的時候啊 消息時間 那你跟我道歉啊 我代表柏宇哥 真的深深的跟你道歉 他不應該為了一些區區的收視率 把節目弄成這樣 他真的錯大了 錯了 好 我給大家看 為了要證明小楊哥的清白 而且重點是看完之後 你就不能再反悔了 你真的要來接這個節目啊 沒有 他開玩笑的嘛 可是我剛剛看到開錄之前 小楊哥有先去試坐一下你的位子 你剛剛說我剛剛去訂裝好不好 他們說 有啊 他說 如果換你來主持 你會有意願嗎 然後 怎麼講 然後那宜佩呢 應該是六點十八分 十三分那時候傳的訊息 為什麼中間隔那麼久啊 因為小楊哥在考慮真的要不要來接 對啊 好啦 你說的喔 對啊 這怎麼可能 那如果真的要換你來主持 你要先跟我講 我跟你交情那麼好 不可能啦 我希望那個 我們製作人出來面對好不好 因為網友已經都在問了 你知道嗎 剛剛網友都有留言啊 對啊 嗯 好喔 好喔 那就這樣囉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聊一下說 三位真的是 三位真的是 我們沒有要聊 我們要 我們要 我們要知道真相 屁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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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 我搶到了 這個必須的 耶 公平的世界 屁啦 屁啦 我跟妳 不要這樣子啦 沒有這一趴啦 你們真的很無聊耶 剛剛也沒有這一趴 有一個人叫小王 他有小王 不要換小王 小王 誰 小王是誰啊 小王是女的啦 我跟你講 很多人劈腿會用那個 男生變女生的照片 不是用個代號而已 對 用個代號 這個真的 對 這個不是 對啦 而且他說 吳宜霈還欠他4900要還 對啊 不是啦 是賣衣服 服裝的啦 服裝的啦 許孟哲 不行… 那個不行啦 許孟哲 大家跟… 為什麼跟張艾亞 還有同門之儀 你在搞什麼 而且宜霈 你怎麼故意給他 儀讀不悔 你很會 不是… 因為孟哲最近在玩板 然後因為… 玩什麼板 我也在玩滑板 所以孟哲就是要跟我分享說 滑板的影片 那我可以把它點開來看嗎 可是這樣他就知道他看了 卻沒回 沒有… 看啦 你看啦 你看啦 因為是… 因為是問早安啊 你看… 你看啊 他跟我講板的事啦 他說早安那麼早起床啊 看張立東的… 張立東的感覺很精彩 不行啦 張立東再講一下 不行啦 張立東的 沒有… 沒有這裡 吳宜霈每天晚上騷擾你的人 真的好多喔 睡不著 早安 又晚睡 天啊 睡不著關吳宜霈什麼事啊 那要一… 好可怕 什麼東西 他說那要一起嗎 你要給鏡頭看 這樣他拍不到 他給導播看一下 不是 我們沒有在唬爛 在這邊… 在這邊 那要一起嗎 一起什麼啦 張立東 我都… 我都會跟他講什麼 然後寫說上次滿不開心 哇賽 你們兩個對話內容 他… 張立東約他看列車上的女孩 畜生 我沒去啊 重視耶 搞得出來 我沒去看啊 我沒有去看啊 那是性暗示耶 有嗎 我們看…等一下看照片 你們兩個好認真喔 你不要再看往後看 不要在我上看 他都一直在跟我講 一些有的沒的啦 我們就是要看有的沒的啊 沒了 看照片 看照片… 看照片… 他應該有幾張 不行… 不行啦… 看照片… 不行啦… 照片有一些… 照片… 照片在哪裡 他還有訊息 訊息好多喔 我要殺死… 我要殺死那個… 怎麼了 怎麼樣… 鳳梨 鳳梨為什麼要… 哇賽… 他跟鳳梨耶 鳳梨怎樣… 鳳梨… 哇賽… 這是一個真的鳳梨… 哇賽… 哇賽… 我已經好久沒有這樣看過 女明星的照片… 這個…拿手機這樣看耶 好會做效果喔 哇賽…怎麼會這樣啊 天啊…奇怪… 而且你好愛自拍喔 哇賽… 剛丫頭手機也都是一些自拍的啊 這是什麼… 而且她自拍這樣… 哇賽… 哇賽… 這… 很漂亮… 這怎麼無辜成這樣 哇…想不想看下半身 不要… 沒有了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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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了… 天啊… 對… 不管我一定要找… 下半身耶 什麼東西啊 哪一張啦 而且她還… 她還直接拿一張 吳宜佩下半身沒穿 然後還當桌面 這個還好吧 可以… 這個有什麼尺度啦 小亮哥你好無聊喔 等一下半身沒穿 我沒有騙觀眾啊 本來… 這個還好吧 這個還好啦 奇怪… 怎麼沒有找到不好的呢 小亮哥是不是結婚太久 隨便都不行 隨便都不行 所以我們今天都在看阿姨啊 要不要看一下已刪除照片 PRO的… 什麼事 PRO…最近刪除三商 是… 這什麼 怎麼有行車紀錄器 這什麼啦 不行了吧 這個厲害的 拉口就不行了吧 這個不行啦 這個不行啦 這個不可以吧 這有點吧 這… 你不要再看得到很難 這太薄了吧 這太薄了吧 那是我去做一個 那個你知道瘦身的療程 不行啦 這個有肉… 這有… 豬肉點耶 沒有 他跟我講說 我可以穿 你不要再看那個照片 這張現在怎麼寄給我 我教你… 怎麼弄… 怎麼弄… 你怎麼這樣寄給我 怎麼弄… 這樣…Airdrop 一起收 全部都一起收 不要啦 真的不要啦 沒有了啦 網友趕快打開Airdrop 跟我們一起喔 沒有… 沒有… 這怎麼會這樣 這樣不好吧 我看一下 應該沒有了啦 蛤… 沒有了… 什麼沒有了 天啊 好多蛋 好 蛤… 蛋 沒有要看的啦 有啦 還有啊 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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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蛤… 喔喔 欸 對 我有很多屁股的 看屁股… 看屁股… 給大家看一下屁股的 奇怪 我剛剛我滑了半天 怎麼都沒有看到啊 對啊 蛤… 還是它有一個珍藏的相簿 給大家聞聞一下 有一個屁股的 很厲害的 有一個屁股 來喔… 來喔… 欸 屁股罩咧 欸 我問你 那你們如果真的手機不在身邊 真的會很緊張嗎 超級… 就是掉手機 我之前掉過一次 然後因為我裡面真的超多私密照 但是撿到那個人 應該是直接把手機洗掉了 為什麼 因為都沒有傳出我的照片啊 所以它應該是全部洗掉了 沒有 在論壇 他們的社群在他們的論壇 論壇上面有 對啊… 不可能啦 真的啦 這裡 沒有 屁股罩 誰的… 誰的… 打開大一點 這個是寫真集吧 對… 不是這樣啊 沒有 因為我很喜歡收集 就是很漂亮 因為我在練臀部 所以我只要看到有人的照片 屁股很漂亮 我就把它就是收藏起來 那大愷妳知道等一下寄什麼給他了嗎 沒有… 我的唇型其實也滿好的 這個基本其實滿好看 這是袁艾菲的寫真集 這個很好看 這個要大力推廣 艾菲寫真集裡面的照片 對… 然後聽說妳有手機 掉到那個雪地裡是不是 蛤… 我之前去韓國玩 然後因為我的手機剛好是白色 我沒有用任何的殼 它就是全白的 對… 然後掉在那一片 那個茫茫的白色的雪上 那怎麼找 完全找不到 然後我們全部人 就工作人員都停拍 然後幫我就是在那邊 雪地裡找 找了快半小時 然後就要放棄 然後回去的時候 就發現 楊子儀就發現說 那裡有一隻手機 然後就撿起來 在雪地裡耶 那邊有壞掉嗎 它就是寫不能開機 但是妳就讓它溫暖一陣子 以後就可以開機了 妳放在哪裡啊 它溫暖 屁股吧 就是車上 合理 很合理的一個地方 合理… 那翔哥妳現在 妳會掉手機會驚慌嗎 真的會很緊張啊 尤其是老婆突然把妳的 那個從100%看到22%的時候 妳就這樣說